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麦斯历险机二代 上一期呢,我卡到了14关 后面遇到了一个bug呀 这个bug呢,我试了很多的解决方式 我重装了steam 重装了游戏 改变了游戏安装的文件夹 验证了游戏文件的完整性 升级了驱动,全都试了 还是过不去 后来呢,我就换我老婆的电脑试了一下 结果一次就过了 那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么多次尝试的结果吧 现在过这关啊,应该说是一点困难也没有了 并且呢,我甚至可以把那个饼干捡了 饼干呢,是游戏的一个收集要素 一共应该是9个 捡这个饼干需要绕一大圈 从这儿跳上去 这个传送带也是个坑 你不能完全站在上面 它的移动速度比你人物移动的快啊 在这儿等一下 这里呢,上面是坑啊 所以咱们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改变中立方向之后 要往前走啊 你看我现在的操作啊 行云流水啊 刚刚是个意外啊 咱们重来 我脚下这个桶中间是空的 也不能踩 然后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坑 这次咱们去捡饼干 好,切成3D 但捡这个饼干应该是要付出一条命的代价 无所谓了 这款游戏有一关我记得我捡了一个奖命 小伙伴就问我 这游戏奖命有什么用啊 没什么用 通关一次几百条命就扔进去了 我现在大概玩到游戏60%的位置 可能是挂了200次左右吧 估计通关呢 要400条命左右 哎,比一代感觉简单多了 一代我用了700多条命了 又是这里啊 稳住 不要再行云流水了 好 试探一下 然后躲开 这些坑我踩了无数次了 顶了一下这个3 好,上去 煎饼干 对,刚刚说煎饼干 那是忘了呀 所以说咱们重来了 切成3D 这样前面的路就没有了 因为它已经移动到里侧了 刚刚上来那个货给顶进去了 饼干捡完了 这样可以顺利的过关了 这回啊 咱们就一次过 这回啊 咱们就一次过 好吧 两次也能接受 年纪大了 记性是不好了 刚刚那把 本来说是去拿饼干 结果去闯锅了 闯了一大半才想起来 那刚刚为什么我不出门之后 直接奔饼干呢 因为咱们直接去的话 咱们切换成第一人成视角的时候 过了一个很大的头像来撞咱们吧 如果你没把它勾引出来的话 直接去剪饼干 那个头像是直接撞你的 在2D的视角下 直接就把你撞飞了 所以说那也是一个坑 想要剪饼干 就要绕一大圈 慢慢来 这次的目标是存档点 先把存档点捡了 这里等一会儿再跳 上一期这些坑 我应该都已经踩过了 翻上来 勾引一下它 好 它飞远了 就是它 如果你直接去煎饼干的话 就会撞你 躲不过去啊 这个头非常大 从这传送 好 顶这个三 这有一个坑 然后直接去拿 坑当点 回头之后 这有一个米田供啊 上一期坑了我两次 同一个坑 我是不会中两次的呀 这个炮弹等 好 这里切3D 再切2D 然后下来 切成3D视角 往前走 切成2D的话 会被撞啊 这里有坑 好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我遇到bug的位置 我的电脑是无论如何呢 也打不下来那个钉板 实在是太恶心了呀 好 换了台电脑很容易就打下来 现在去打这个移动板 咱们能够听见击中的声音 我那台电脑也能够击中啊 但是那个钉板就是不下来 这个bug 我感觉很奇怪啊 而且呢 如果你在本关 耽误的时间稍长一点的话 这个程序 它自己就跳出去了 不会发生死机的现象 好 这个钉板呢 就是一个落脚点啊 我感觉这把的话 咱们万无一失了呀 我感觉这把的话 咱们万无一失了呀 这儿竟然还有坑啊 我必须跟作者友好的 用物理方式谈一谈了 这次把这个坑躲开啊 闪一下 等 这儿切3D 2D 下来 切3D再跳 这些坑已经坑不到我了 我对坑已经有一定的免疫力了 好 这次啊 这个钉板不要太低 太低的话 这个货真的会踢我呀 我还以为有钉子 他就不踢了呢 有点虎了呀 打的太低呢 咱们就等一下 应该差不多了 去踩这个视角切换 这个也要踩的稳一点啊 踩偏了就掉下去了 这次打的也很低 等一下吧 到一个他飞脚踢也踢不到的高度 其实这关后面的地方 咱们在低人程视角能看到 这里不要盲目的进 这个东西肯定有用 好 把他弄过来 这关 我应该知道怎么过了呀 这关 我应该知道怎么过了呀 怎么还掉下去了 这个错误犯的有点 出几了 连打的也有点疼啊 慢点 这次啊 咱们就过了他吧 这关实在是折磨我太久了 主要是这个bug 无法理解 大家可以帮我分析一下 怎么个情况 为什么 换一台电脑就可以了 我那台电脑就不抄 出现bug的地方 就是这里 就是当我打这个 移动把位的时候 上方的盯板不下来 使用别的电脑可以顺利的过 顶板就下来了 我打的话就不过 然后呢 大概在这里 你打个四五分钟 还会死机 就程序会跳出啊 会出错 所以这里卡了我两三天啊 等吧 前面那个碳号应该是可以用到的 咱们距离过关点远的时候 可以看见 传送门下方是有个敌人的 一会儿咱们可以近距离啊 再观察一下 注意琳达这个位置 从上面下来 这个敌人 但是呢 他是有 护盾的啊 打不到他 咱们用这个传送门啊 把子弹传送过去 把这个敌人打爆 打爆之后呢 那边没有落脚点 咱们把这个落脚点啊 通过传送门 传送过去 过关的方式呢 远距离就能看出来 但是啊 就是遇到这个bug 实在是不会我坑的不轻啊 我过来 好 有落脚点了 然后去救琳达 好 这关就过了 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没有bug的话 早就完事了 我中间都不用摸鱼那一天啊 我的天 这个地方也有口 那我切换3D视角试一下 这个TNT看起来是不能碰的 这个难度有点太高了 我只是过了一关之后 想进入下一关 给我搞这么难 好 然后再从上面往里蹦 看一下15关 什么情况 哦 又是一个塔房 那里有一个问号 问号应该优先减啊 是不是给枪啊 我的天 给弹簧 哦 这次下面进不去啊 因为之前有一关 和这关的形态类似 咱们可以下去 把这些 炮台 价格给打掉 这样咱们可以随便建造 观察一下 这些炮台 琳达还是不能碰 最后一个炮台很贵啊 9万多 看一下 后面出什么 哦 那还有一个问号 哎 来了一个问号 这个是不是要顶啊 哎 他顶我 这 没顶到 没顶到啊 那他撞到琳达 是不是就挂了呀 后边还有一个大问号 果然就挂了呀 看来还是要把这个问号顶下来啊 看看里面给什么东西 可能是枪 给枪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去拆右上角的问号了 那个问号啊 被砖头挡着 这个思路应该是对啊 哎 你别打爆了他呀 打爆了我还怎么顶 可以了 但是咱们的价格怎么办啊 最贵的那个应该是有用 但是咱们现在买不了啊 钱不够啊 好 我可以开始建了啊 开始建炮台 这个散弹的炮台很好用啊 多建几个 多建几个 这样守得稳啊 啊 那我感觉这把稳了呀 我这是谁呀 这多少写次撞 九万多血 那我的钱还不够买 那个塔的呀 我们贷款就好了呀 没关系啊 琳达我保护你 然后破坏力太强了 把面都给我拆了 我保护你琳达 我天 那这把让琳达来保护我吧 我刚才那局有没有说这把稳了 好像是没有 枪拿走 这个最贵的炮台怎么办 难道这要贷款 这已经九折了 咱们先把这些小的清了啊 这些小的能给咱们一些钱 还是这个大桑块里边有东西啊 但是我很难保证 只打这些敌人不打这个大桑块啊 还是我应该趁机会啊 把那个大桑块顶掉 我感觉死状要来了 小姐姐保护我呀 来了 果然来了 他们这个东西 哎 能造了 我的天 副一万六啊 果然可以带款 这关原来这么简单啊 那我竟然被折磨了半天 哦 这些大炮的攻击力够不够啊 服装也能把这种大炮台拆掉 想起了红炼的法国巨炮 好的 够关 这关好坑啊 再去和坐着谈谈吧 那好吧 本期呢 时间差不多 先给大家录制到这 好在咱们的bug解决了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下期再见